关键还是粉丝给个亿 不是我家炸的奶是真的卖不过了 完全卖不过 啥都没有 如果你想知道味道怎么样 你可以at你喜欢的美食博主 让他来我的店里头测试一下 今天星期一带您吃炸鸡 欢迎收看全球首档吃鸡类美食 参加店们周一吃鸡我是许太阳 今天是7月19号 然后晚上8点钟 给你们录一期周一吃鸡 然后总结一下 今天主要就是聊天的行事为主 实在是太累了 做不动 给各位股东汇报一下 我们炸鸡店最近的运营情况 我们是开开6天卖了5100份炸鸡 就是基本上一天能有卖个八九百份 差不多 然后忙得贼死 第三天点评就冲到了 俯成本小翅膀的第二名 当然这也是各位股东给力了 对吧 有机会还可以多发一点 小伙伴关心的几个问题 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油的问题 我们用的是起酥油对的大豆油 然后呢 多久换油现在还不确定 因为我们在测 持续的监测 这是我们买的酸价的检测盒 每天都在持续的监测这个油饼的质量 第二个呢就是工艺的问题 最早我们做的工艺是那种粉水粉的工艺 然后呢就是会在肉的表面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酥壳 这样让你吃起来口感会变成酥脆 但是很多小伙伴反映说这种面壳吃起来口感不好 那我们主打一个听劝 对吧 这个面壳的工艺已经改变了 现在就是直接裹粉炸 然后改变了这个工艺呢 就会出现几个问题 首先 整个肌肉的味道就会上升 麻味跟辣味比这种粉水粉的工艺就会增加很多了 然后其次就是颜色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卫形叫做甜麻辣 它是有糖的 糖在高温油炸的情况下就会变黑 所以我们这个炸鸡看起来就会很黑一下 它绝对不是因为油品变质问题 只是因为它加了大量的糖 所以炸出来看着会黑一些 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我们现在有4个产品 除了许太阳鸡块还在保留粉水粉的工艺以外 鸡架子鸡翅根跟鸡腿全都改成了直接裹粉 这样吃起来味道会更突出 如果你喜欢吃麻和辣 那我建议你买其他三种产品 至于味道的好坏呢 我可能就不说了 我不能又当裁判又当求助员 所以呢 如果你想知道味道怎么样 你可以爱它你喜欢的美食博主 让它来我的店里头测试一下 从你们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开始 我们就已经彻底准备好了 接受全网小伙伴的检查 其实我们不想改这个工艺 但是不改这个工艺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前三天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个工艺 导致每天要排队40分钟到一个小时 我们觉得这个事太对不起我的粉丝了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把工艺改了 我不知道这个光线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这是我们单次 这是我们植果一次粉的鸡翅根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工艺 粉水粉 所以你看出来颜色差别很大 但不是因为油质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这个里头加了糖 确实炸起来就会黑一些 我们现在的营业时间 是早上10点到58点 超过这个时间 那就是有什么卖什么 最后再补充一条 还有好多小伙伴最近想加盟我 我们现在暂时不加盟 因为我们确实整个流程都没有跑明白 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你们能做好 然后就有兴趣的小伙伴 咱可以先建立个联系 然后等我们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 我们会通知你们 看看我们的店员小伙伴 每天都是这个工作量 早上8点过来备货 晚上8点开始搞卫生 每天都是这个过程 要两个小时 要把所有的油锅 使用的工具全部清洗出来 所以每天都是崭新的 迎接所有的扫伙伴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 全球首长吃铁类美食 探紧节目追吃铁 我是许太阳 咱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没上去的 刚才巨大 现在不知道 他让他们告卫生吧 我撤了 大概就是这样了